什麼事?鄭Sir 閃陽醫生, 離職 什麼時候? 今天早上 終點工人發現他服侍在家裡 凶口重刀 不好意思, 范培青小姐 要帶你回警署協助調查 請問當時你在哪裡, 還有在做甚麼 是嗎? 落海跑步 因為分不上 你記不記得是幾點嗎? 我沒有學習 問問怎樣 怎麼覺得是我 因為閃陽家附近店舖的CCTV 令你經過 當晚兩點二十四分 這個是你 你昨晚有去過展陽家嗎 又或者你可以提供你的跑步路線嗎 那其實你為了… 那其實你為了… Ruby Ruby 你手背上面的傷害, 怎樣只剩下你 我查過展員家裡的大廈 他們閉路電視系統早幾天壞了 現在還在公司找人維修 所以案發那段時間 有人出入大廈 現在完全沒有任何資料 即是沒有證據顯示 Dr. Vang有進大廈 還有一個閃陽家 Dr. Vang的大廈CCTV 拍到他晚上出去了 大概一個多小時後才回家 如果要殺人, 是足夠時間的 但是根據現場的證據 沒有強行進入判跡 現場也沒有其他人的指紋 但是我們可以假設 兇手是清理現場 清理現場加殺人 這個時間很難 又或者我們可以假設 這宗是在中密室殺人事件 兇手是預先入屋的 那Dr. Vang更加亡人兇手吧 我們說說殺人動機 除了Dr. Vang 還有誰是沒想他死的? 會不會是他前身安醫樓 他們兩個關係不好 之前有爭執報警 扣除了紀錄 安醫樓曾經懷疑Dr. Vang和閃陽有路 那他討厭前夫 這個就已經是三動機了 不過Dr. Vang手臂的傷 之前是被閃陽造成的 假如他們曾經有爭執 他想殺閃陽, 也不是不可能 我也有打過給華醫生 Dr. Vang最近有回復的情況 在戀房經常做錯事, 什麼都不記得 那他會不會是病發 所以殺死了閃陽 每天都還可以記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一天不消失 你一天都很難過正常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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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我們有一天會坐在這個位置聊天 很古怪 你這個樣子很不順眼 你以為我很喜歡嗎 我也想快點回出去 爸爸 甚麼 對我和阿姐沒信心嗎 可能我對你沒信心 那你可否想清楚 有甚麼遺漏了 告訴我們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你說你好像你懂得這麼做事 他是個好醫生 所以我覺得他不應該有這種下場 就像那時候Gabriel一樣 我也覺得他不應該有這種下場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遇到他會發生這種事 原來我要看精神科 至少我以為自己康復了 原來還沒結束 還在一個惡夢裡 雖然你問我的問題 我問過自己很多次 但我也回答不了你 因為我已經不知道 哪些是真的發生過 哪些是我幻想出來的 我也不知道為何我那晚會出去 我…我有沒有出去 不知道為何我那晚睡醒 我穿著運動衣 我全都不知道,我不記得 所以余星柏 如果最後發現真的是我 那你怎麼辦 我怎麼辦 我怎麼辦 我是不是法官 你不記得什麼不重要 你只要記得你有個好朋友 叫余星柏 自己是我做到的 他一定會讓你有事 你還會讓我到的 想看我 有份演出的 法正先鋒錄 行傳者的救贖 現在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可以看了 每日緊貼香港更新 快點下載這個 免費藍色app 隨時地播新劇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